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您好 黑炎城奥托 这边 这边请 经过初步统计 这一次参赛大会的炼药师 应该有两千多人 这可是有史以来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 大会分成两轮考核 第一轮是淘汰赛 第二轮就是决赛了 这次我们黑炎城奥会就看你的了 咱们不叹息啊 前世就好 前世就好 这一天 终于被我等到了 咱们不参启 打算合理 咱们不参好 咱们不参加 这是必要来的 咱们不参加 咱们不参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严肖小友能将黑铁灵液提炼达到八次 着实了不起 恐怕当年古河那小子也没这般实力吧 还真是英雄多出少年哪 法老头 你还真是越活越喜欢多话了 什么人竟敢如此出言不逊 这股汉冰一样的气息 像是冰皇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你 你这家伙竟然没死 你不是被美洞杀女王给那个了吗 侥幸活了下来 还真是个命硬的家伙 冰皇 当年十大强者中的冰皇海波东 这家伙 究竟是怎么结交到这种变态级别的人啊 海波东 法法 没想到你们到得挺早啊 你还是这副冷样子呢 难怪你这个从不喜欢凑热闹的家伙也在 原来是陪颜潇小友 下落 连他你也认识啊 嗨 颜潇 我们又见面了 姐姐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颜潇 颜潇小友 这是月儿的姐姐妖夜 负责大会的安全秩序 里里外外五万军队可全都是她一手操控哦 你好 颜潇先生 你好 妖夜公主 希望颜潇先生能取得佳祭 到时摇曳亲自为先生摆酒庆祝 摇曳公主客气了 姐姐 怎么你对她也这么客气啊 颜潇 我先过去了 嗯 快飞 alm 快飞 快飞 走 所以加玛帝国炼药师工会会长的名义宣布 第七届炼药师大会现在开始 现在请所有参赛者 在自己的席位准备开始比赛吧 小月儿 炎霄 柳玲 因为内部测试你们成绩杰出 所以那里的位置属于你们 你们将成为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年轻人懂得低调自然是好 不过有些事注定无法低调 想要从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就必定会成为焦点人物 我又让你在阴人命迹输得一半点 我好想要是有多刺 顶 顶 顶ử 顶不好 顶 轶快要 顶 轶快要 顶 顶贼 顶 这家伙真爱睡 这个姐伙真爱睡 别以为只有你会跳 !!! 顶 顶 顶便啊 风 顶富 顶富 顶 顶富 顶富 死我了 哟 海布洞 你什么时候 也交上这么怂的朋友了 想看热闹吗 如你所愿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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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吧 好今年的情流场 恐怕就连一些斗王强者也放不到吧 好 这就是你说的那小子 就是这龟儿子 若非拿兰燕燃阻止 我定要他 我真喜欢雅妃 堂堂正正去追求 这个叫燕燕的小子 别再找人了 若真动起手来 你还不是他的对手 可是 是 我对这小子 越来越有好感了 是 里面有情况 立刻通知妖夜将军 有敌人入侵 是 你很难要你的 诗台上 是公会倾尽人力 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制作出来的正宠药 你们需要按照药方 将丹药炼制出来 按照药方来炼制 以这种大会的规模 怎可能会出这样简单的考题 这算什么比赛吧 这么简单 有一个巨大的沙漏 那是比赛时间 在沙漏清散完毁之前 依然没有炼制出担药 荣耀失败 你们清楚了吗 清楚了 既然如此 那么第一轮考核 现在开启 难道是我多虑了 先动手吧 能顺利通关它自然是好 倒也省了麻烦 是 融化 好 好強悍的 靈魂力量 有什麼不對勁嗎 在我的感知中 此人的靈魂力量 遠遠超過 其他慘死的元首 就連當年 古河參加 煉藥師大會時的 靈魂力量 也遠遠比不上此人 難道又是一位 天賦一禀的年輕人 是出雲帝國的煉藥師 出雲帝國 十七歲的二品煉藥師 可如此強大的靈魂力量 至少也是個四品煉藥師才對 十七歲的四品煉藥師 這可能嗎 難道他是一榮的 看他煉製丹藥師的熟練手法 極其不像是一個十幾歲的少人 所能夠具備的 哼 不可能 一榮的話 肯定不可能逃出我的差距 我的感知不會出錯 可他把自己的臉當得嚴嚴實實 我們不可能因為一些猜測 就中斷打軌 讓他把斗力掀開 那就讓我們幫他也 參賽者煉製單調期間 絕不允許外界干擾 律師 你 哪裡 你 這個傢伙的確不簡單 不僅能夠發現我的沙瘤 而且還能藉此察覺到我的方位 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 煉藥師大會的規則 不允許任何人破壞 這方式都快炸底了 我可是完全按照妖方來的呀 怎麼會這樣 這方式又死去 啊 快炸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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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该死 这教坊有问题 这次大会的冠军 我要定了 这次大会的冠军 我要定了 看来大会似乎出了点变故 那个刚刚带斗笠的家伙 猫死有些问题 海老头 能看出他是否伪装了吗 那你们的意思 是说这人还真是只有这点年纪了 如果真是如此 他倒是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天才 虽然看不出他究竟有没有伪装 不过他先前对危险的那般敏感反应 更像是一个酒精杀伐的战士 我实在难以想象 他仅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 想要改变面貌 并非是只有一容可以办到 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丹药 也可以将人的外表弄成年轻模样 不过他们无疑不是极为稀罕之物 也极难练之 可若是谁真的得到了 除非他本人开口承认 恐怕外人是不可能分辨出他真实身份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年轻一辈还有谁可以将之比过 看来你们这大会还是有些漏洞啊 现在肯定不能光凭我们的怀疑 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其取赶出去的 若让出云帝国的人夺得冠军 不仅对炼药士工会是个打击 就连加玛帝国在大陆的声望 也会严重受损 怎么可能又失败 我的火会明明找过得很好的呀 为什么它就是不融合呢 你 加玛帝国的炼药士工会 就这点能耐吗 哪儿来的小女娃竟然这么嚣张 就是 我倒想看看 它最后能不能通过第一轮比赛 看不出应该是出云帝国的炼药士吧 什么出云帝国的 那弄不好它还是个毒石吗 喂 你倒是挺狂啊 你就不怕到最后把自己给 好强的灵魂波动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不 现在不是考虑其他事情的时候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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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养尊体的废物是来胡闹的吗 同样在这上面的猴子们配合来指约 看来这第一场比赛 会乎是我里写的 是丹香 那家伙丹又成型了 看来应该不会有下一轮比赛了 加马帝国的炼药师工会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们这些可怜的炼药师 这都是一群义无是存的废物 这炼药师大会的幻军 我拿下了 那可不一定 你 你 我 我 我 看来 燕孝找到了药方的问题所在 发现了药方的问题了吗 难道他要同时提炼所有药业 这对灵魂力量和火焰的控制要出极高啊 虽然能节育时间 可惜就连三瓶也有失的灵魂力量 也无法支撑同时提炼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虽然燕孝想要冒险尝试 同时提炼药业来加快速度 但出云帝国那家伙实在是太快了 没有在任何地方损耗一点的时间 你居然可以同时提炼药业 不过就算这样 你还是满了 这 什么 这能倒是 你是不是随手 这是什么 不灭 这是什么 来 这个就是 这家伙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这 我也好有什么用 这次比赛的冠军中定是我的 出云帝国那家伙成单了 自己快点啊 快点 莽撞 这最后一步 怎么能提前让丹药出炉 出生的丹药一旦接触到空气 其内未完全凝固的成分 说不定会解体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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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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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可死 小家伙 好样的 真是个疯狂的家伙 虽然疯狂 不过 却并非是凭着热血 一头莽撞 在那种时刻 恐怕他是因为有着把握 才敢行这般举动吧 叶然妹妹 你觉得这次大会 谁会赢 雅妃姐希望谁赢 当然是我的严肖弟弟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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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干什么 快放开他 颜潇先生 恭喜了 运气好罢了 按照加玛帝国的惯例 今夜我会给帝国中 所有年轻一辈有为的炼药师 百酒庆贺 复制颜潇先生 是否方便赏脸参加 抱歉了 妖夜公主 今日实在是太累了 明日还有这最后的考核 恐怕是分不出时间去赴宴了 公主的心意在下心领了 没关系 颜潇弟弟这几天都还在帝都 之后有的是时间和大家聚会 对吧 颜潇虽然拒人于千里之外 但却总是有种 让人无法拒绝的诱惑 喂 颜潇 刚刚姐姐邀请你今晚参加酒宴 你会来吧 刚才比赛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出云帝国的女炼药师 怪怪的 她是挺厉害的 她看上去总是有些让人感觉不舒服 而且 从她身上一直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 啊 柳玲大哥她也闻到了 身为炼药师 竟做出如此违反炼药师品行的行为 就不怕大会取消你的参赛资格吗 一个乳秀未肝的小屁孩 你懂什么 看来加玛帝国也只能培养出 你们这种墨守成规的炼药师了 阎王的历史即将改写 这位大会后 所有人 将会见证这历史的时刻 啊 欢迎来到 子王乐园 是 是毒师吗 我想起你了 柳林 丹王骨河的徒弟 现在不能动手 你敢杀了他们 不能动手 不能影响晚上的计划 要将所有人一网打击 又是你小子 你竟然没有被毒素影响 这是越来越有意义 刚才比赛的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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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刚才好像做了个噩梦 车尾的炼药师都死掉了 还好没事 月娇 刚刚发生了什么 那家伙在放毒 哪有什么毒 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 那女孩 居然能和我体内的落毒产生共鸣 欢迎来到 紫王乐园 她的真正实力 恐怕不止那种程度 不管对手有多强 必须赢得明日的比赛 才能拿到熔灵丹的药方 谁 难道是我听错了 竟然影响斗气 我 别跑 谢了 海老 是什么人要杀我 将如此残忍 这是出云帝国的一贯作风 出云帝国 比赛时的那个女孩 就因为我今天赢了她 这个人的确非常危险 你要去哪儿 聚集绝着祸乱的根源 海老 我也去 店长 院内已经打扫干净 闭门谢客 是 雅妃长老 萧嫣在吗 您来得不巧 海老和萧嫣公子刚刚离开 知道了 萧组长 要不我们先去里面等萧爷 那就有劳雅妃小姐了 萧组长 请 没想到这帝都的客栈 竟也都是米特尔家族的产业 我也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竟还能在帝都见到萧组长 就让雅妃以茶代酒 写过萧组长在乌坦城的提携 当初在乌坦城就觉得你绝非池中之物 果然不出所料 这才短短几年 你已经成长为家族中的长老了 这次见面气势更胜以往 真是后生可畏啊 雅妃只是想清楚了一些事情 说到这个还多亏了萧颜弟弟呢 此话怎讲 我虽不知道萧颜这三年发生了什么 可现在的他 已经成为明洞帝都的炼药天才 几大势力都想拉拢示好 其中就有我们米特尔家族 这可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啊 我曾亲眼目睹当年萧颜的落魄 也见证了此刻她的荣耀 我作为姐姐怎么能输给她呢 炎儿能有现在这些成就 这三年一定过得非常艰辛 她为了这三年之约付出很多 不过现在的萧颜 与三年前已经完全不同 您等会儿见到她 想必也会大吃一惊 你知晓那个出云帝国炼药师的下落了 嘉兴天和法马已经等在那儿了 我认为 她一定远不止表面上那样的实力 若是加马帝国炼药师大会 被出云帝国的人 用一些卑劣的手段拿了冠军 那将会对工会 乃至整个加马帝国的声望 造成非常大的打击 现在的海老 与当初沙漠相见的海老完全不同 喜欢管闲事的 也多了点人情味 我与法马是多年好友 而且这般是好 也能缓解加老头 对米特尔家族的猜忌 但那个出云帝国的炼药师 真的会因为我今天赢了他 就派人暗杀我 但这个人这么厉害 我觉得 他根本不会把我放在眼里 现在不能动手 不 你敢杀了他们 不能动手 不能影响晚上的计划 要将所有人一网打尽 今晚的计划 不对 他绝不仅仅只想暗杀我一人 皇室宴会 海老 他可能会对今晚参加 皇室宴会的所有参赛者不利 我想皇室应该不会坐等 此事发生的 劝你不用管这闲事了 不行 雅妃姐现在应该也在宴会 我不能让她出事 随你 恭喜在座的各位 顺利晋级炼药师大会的决赛 虽说冠军只有一位 可是闯入决赛 已经是不凡的成绩了 不久的将来 诸位都将成为炼药师工会的中流砥柱 加玛帝国的未来 也将由诸位守护 今晚 就让我代表加玛帝国的皇室 预祝大家 在明天的决赛中取得好成绩 天佑加玛帝国 天佑加玛帝国 现在请大家 尽情享用美食吧 颜祝果然没来 能与令药师工会未来的中流砥柱 拉近关系的应会 米特尔家族的雅菲 竟然也没出现 都满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里面 原来这家伙还有所戒备呀 吊虫小技 别打操惊蛇 让我来吧 好高明的空兵手段 小把戏而已 我都快习惯这副样子了 不过 小把戏而已 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 小把戏而已 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 你 好 原来是他 还是萝莉的身体比较可爱 不过变回老样子 才能发挥我百分百的实力 真让我难以抉择 是你们 我早该想到 严厉严厉 就是出云帝国炼药师工会的副会长 当年我与他见过一面 这家伙在出云帝国拥有不小的声望 他非常主张炼药师与毒师相结合 故而颇受出云帝国中毒师们的信任 早有传闻 他也最有可能成为出云帝国下一任工会的会长 没想到 你就为了打击我们工会的声誉 不惜伪装成少女来参赛 毫无炼药师的尊严 没想到 加玛帝国的斗皇强者竟如此天真 好了 多说无意 杀了便是 区区一个炼药师大会的冠军 也值得我严厉亲自出手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 这阴雾有毒 堂堂的炼药师竟然放下身段去融入毒师的手段 真是犹如炼药师之名 看来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用点毒烟就想对付斗皇 很有想象力 难道你们真以为 我不知道斗皇是有多么的强大吗 可惜 我这毒偏偏就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 愚蠢的斗皇可笑 来 公平 干杯 诸位 历年来炼药师大会的冠军 都有我们加码帝国炼药师工会夺得 相信这一次也绝不会例外 明日的决赛 为了帝国的荣誉 为了工会的荣誉 我们 这什么 我 英雾有毒 我 我 動パ 救少女 快走快走 救嘘 快走 快走 Documentation 有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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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成心是何人 天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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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假把帝国练要是工会 今后几十年都将厚尽无人 以后 还拿什么跟我们出云帝国 相抗衡呢 完了 完了 我们逃不掉了 闭嘴 我们速回半山宫殿 急什么 家老头他还这么冷静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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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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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刚才在外面被缠住了 所以拦晚了一些 没事吧 姐姐来了 自然就没事了 月儿 快 干掉那个头目 已经干掉了 出云帝国来帝都图谋不轨 怎么可能瞒得过我们的耳目 猎药师大会还没开始 我就洞悉了他们的阴谋 草叨就制定了黄雀在后的计划 你瞒得够深的 不谨慎点 怎么能把他们的人一网打尽呢 这一张脸 月儿快有核心 先不要动手 还是法马会长看得远 只要你们动手将我杀了 明日加马列药师工会 为了操纵大会冠军 肆意杀害参赛者的消息 就会飞快地在周边几个帝国扩散了 到时候 我看你们这个工会还能维持多久 你伪装身份参加大会 已经违反了大会的参赛条件 伪装 你说伪装就伪装了 法马 以你的见识 想必也听说过妇容丹的名头 这世上唯一能让我贵妇样貌的丹药 已经毁了 我这张脸 至少还可以保持半年 你们拿什么来跟世人解释真相 九诏的东西 不行 家老 今时事关我们工会生育 你留他一命 让我来处置 今晚先不杀你 等我们的炼药师在大会上打败你 再来取你的命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这次的大会 除了那个叫颜潇的年轻人之外 其余的倒并未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要是真输给你那些小碑 不劳你们动手 我也没连活下去了 那我们炼药师大会见吧 老家伙 竟然敢威胁我 只要取得了冠军 我就不幸到时候你们敢对我出手 小心 小心 你这脚 不是让你保护院吗 怎么样的像条咸鱼 大姐 我可一直在杀敌好不好 你杀个屁的敌啦 你就是条大咸鱼 在一边扭来扭去的 人家颜潇给你解毒丹药 你还不肯要 不过 说起来这次多亏颜潇及时赶来 不然我真没命了 那家伙确实不简单 不见得 你不服啊 不服你也像人家一样神勇啊 我 颜潇 刚刚多亏了你 妖夜将军来得真奇时 看样子似乎早就知道了出云帝国今晚的计划 颜潇说的是真的吗 要不然 怎么把他们一网打尽呢 原来是拿我们当诱儿 隐形的女人 诸位 我还要回去准备明天的比赛 先告辞了 颜潇 我柳玲今日成你救命之恩 多谢了 颜潇 明天我若是赢了你 你可要和我约会哦 海老 听海老头说 颜潇小友是专程赶来给皇室预警 我在这里代表皇室谢过小友了 家老客气了 这一切不早就在您的掌握中吗 老夫还以为 海老会将此事提前告诉小友 颜潇小友 诚然是我让妖业布局 但就冲你这份仗义之情 值得皇室的友谊 好了 家老 别只顾着拉拢人了 我们还有证实呢 砝码要见你 你自己进去跟他谈吧 有事再叫我 砝码会长 想必在来的路上 海波东已经把严厉的事告诉你了 我也就不废话多说了 你很想获得冠军吧 熔灵丹的药方对我非常重要 那是我参赛唯一的目的 熔灵丹的药方啊 月儿那妮子 虽然取得前三甲不是很难 但是要想夺冠 就算没有那家伙 也是有一些难度 至于柳玲 骨盒的确教了他很多东西 可他还太过年轻 经验也远远比不上严厉 倒是你跟海波东一样 让我看不清你的真实实力 不过我能肯定 今日的比赛 严厉应该也是隐藏了很多实力 可你们非常清楚 那下我可是一个帝国炼药师工会的副会长 他这么做 已经完全违反了大会的规则 你们杀他很容易 但会让外人以为我们怕冠军旁落 刺杀了有实力的外国参赛者 抱歉 我知道你觉得胜过严厉的机会非常渺茫 但我还是代表公会请求你 为了加码帝国 你必须帮我们赢下这场比赛 不然你就无法得到容领丹 明天的比赛跟之前的考核完全不同 全凭自由发挥 考验的是参赛者的真本事和底牌 而所有东西都必须自备 也就是说明日的会场中 不会再给出任何药方和材料 参赛者需要依靠自己以往积累的资源 去炼制丹药 谁炼制的丹药品级最优 谁便是最终胜者 按我的猜测 眼里一定有收藏四品药方 再以他副会长的身份 材料也应该很是极权 若是他想冒险 炼制五品丹药也有可能 不过 我想眼里不会在比赛时冒这个险 你先看看这药方 这次的确是为难你了 但这关乎到整个加玛帝国的尊严 在国家与个人的利益面前 我只能做这样的选择 盐消 这是工会珍藏的宝贝 你手上拿的这一份 只是拷贝卷 不过光是这一个拷贝卷 便是消耗了我五年的时间 三文清零丹 四品丹药 共有三种品阶 每增加一道品阶 丹身上就会多形成一圈丹纹 当它拥有三圈丹纹 便是最高品阶的三文清零丹 此丹药就算是最普通的品阶 也能助斗士强者直接进入大斗士 这三文清零丹对火焰的操控 几乎达到苛刻的地步 欲将其提升到最高品阶 则需要三种各不相同的火焰 而且三种火焰转化之间 必须达到炉火纯青之境 小家伙 你有多少把握炼制它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炼药能力 想要炼制它 最多最有两分把握 这已经比我预想得要好了 这里是两份炼制三文清零丹的药材 只要你明天能把它们炼制成功 我相信夺冠的希望很大 你若是炼制了两次都是失败 那么就自动认输吧 小家伙希望你能获得胜利 是炼制三文清零丹的药材 如果您可以看到这个药材 就是炼制三文清零丹的药材 是炼制三文清零丹的药材